随着电影市场的日渐成熟,核拍片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产业的发展新方向。 近年来,中外核拍片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,核拍片在电影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。 为了表彰在国际核拍领域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,2019年金色荧幕奖颁奖典礼于近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。 国际之间的合作,英美之间或者是中英之间,中法或者是更多的其他国家各自的合作,因为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。 金色荧幕奖由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、美国电影协会、好莱坞报道,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共同主办,活动旨在奖励为中外合作制片做出贡献的优秀组织、 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作曲和技术人员等。 随着中国电影业的迅速发展,中外电影合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。 电影合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融合、文明互建的过程。 中外合拍电影近年来取得的成果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。 是可以和平共处,相互包容。 那么中外合拍电影金荧幕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, 展示过去一年中外合拍电影的成果, 可以促进中国电影业和世界电影业的繁荣发展。 今年的2019金融银幕奖共颁发了中外合拍片11个奖项的提名名单。 最佳男主角为胡军, 最佳女主角是阿鲁赞加佐别克娃, 最佳影片是音乐家, 最佳导演为陈凯歌。 颁奖典礼上还评出 结出贡献和领导奖以及国际精神合作奖。